我們已經建立很多TCPIP的考驗群 比如開口的社會時間已經考驗群建立完畢了 當然我們知道通常如果說建立考驗群的人 會知道要做證據證據證據 比如說是一個SSL 或是一個LNAT 或是FTP之類的 會送一個E-mail的收入 什麼之類的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會做一些證據證據 證據證據證據 那這時候會打漏一些什麼 那當然通常在這個事情已經完成了之後 攻擊者就可以透過我們的TCP Station 的Hijacking的方式 把這個TCP的這樣子的Connection 這樣子的Connection的 使用權利和控制權把它給握走 最後我們等一下原來是一個Client Bingo Server Client Bingo Server Client Bingo Server連線建立一個TCPIPConnection 然後OK面開始打完之後 攻擊者怎麼樣 他就可以是Client的身份 去使用這個Servor 而原來的Client 他就完全沒有辦法去使用 雖然說剛剛那時是都可以 那我們就跟大家介紹說 他的像這樣子的一個原理 那當然會有一些動畫給大家看 我們希望說 透過那些動畫的介紹 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 那當然這種TCP Station的Hijacking 它有可以作為兩大類 兩大類 那當然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要執行TCP Station Hijacking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對這一個 就是說 一個就是 一個是我們已經知道 或是我們可以猜到說 這兩個Client Bingo Server 建立的時候 然後他們之間的 所用的像這樣子的 Sequence的Number 以及A4的Number 那這邊我會假設大家 對這個Networking 有些基本的概念 所以說 有關於Sequence Number 還有Slide Window 然後這樣子的 Kanagi Number 我只會稍微做個簡單的 一個敘述 因為這個是Networking的課 他專門有些章節 來跟大家提到 這樣這樣子 那就可以看到 那當我們今天送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Connecting鍵 RiP之後 那你要送一個風包腿 到一個對方去的話 那要對方接收到的話 那你的Sequence Number 必須是對方所預期的 那當他收到Sequence Number之後 收到一些風包之後 他會同時 透過HCK的這樣子的訊息 告訴你說 他目前已經收到了 一些什麼樣的風包 所以如果你就可以決定 需不需要重售 還是就可以再送 一個像一個新的 這樣子而已 所以說每一個風包 他事實上 也包含兩罩訊息 一個是Sequence Number 一個是Herbendash Number 那當然就是說 在這種TGPIP的訊息 建立的時候 我們傳送的每一個BIT 都有一個編號 那當然第一個編號 要提供Sequence Number 那我們每送的每一個BIT 都會有一個編號 這叫做Sequence Number 那當你送資料過去的時候 你會一次送一堆的資料過去 那在這些資料當中 第一個BIT 的Sequence Number 就會變成出現在 我們這個風包上的Sequence Number 當根據他接收者 收到的這個資料 他在根據他 你的這個風包的資料的長度 他還告訴你的Herbendash Number 就告訴你 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已經收到了哪一些的 像這樣子的一些BIT 因為你會找到每個BIT 編號 所以他會透過Herbendash Number 告訴你說 你他已經收到了哪一些 編號有哪一些的風包 譬如說 Send and Receiver 這兩邊都是說 他這樣子的Sequence Number 以及 去告訴對方 你現在收到的資料 是哪些資料 以及告訴對方 說我已經收到了 你哪一些的資料 那當 只要你在 像這種 機器DID的這種 connection 那我們面對上說 一台機器 他常常知道說 你是不是這個connection 對應的風包 他確認Source ID Destination ID Source Code Destination Code 再接著確認 這些Sequence Number 也解釋一下 只要是Match 他不管你是誰送的 他就把你當作 就是原來那本人 送過來的風包 他所期待對方 所送過來的風包 而我們大家知道 這風包上 一個ID風包上的 所有的資訊 全部都被圍造 反正網路上線 傳的包括到 DataIn的旅程 甚至Match Address 都給出圍造 就像這樣子 好 當然像這樣 我們來講就是說 根據說 我剛剛一聽到說 Sigence Number 其實DataIn Number 是很重要 那根據我們相當中 猜的來說 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到 我們可以把 像這樣子的 這種CCP Station 還直接分為 這樣兩大類 那第一類的話 我們大家稱之為 叫做Main in the Middle 這種Taken Main in the Middle 那第二種的話 我們把它稱為 叫做Blind Hijack Blind Hijack 那我們先看來 那種Main in the Middle 那當然這邊來講 就是說 Main in the Middle 就是說我今天 我是可以看到 這個一個Cognition 而是你當中的時候 我要去Hijack 你的Cognition 那相關的那兩台機器 之間的 那個傳遞的風包 可以看得到 所以說這也意味著說 我們可以觀察到 他們之間的 以致說使用的 像這樣子的 Sequence Number 以及 Equence Number 好 所以就像這樣 形式的話 我們就把它稱為 叫做Main in the Middle 那如果說 你可以觀察到的話 你就會知道 詳細的可以知道 這兩台機器 他們所期待的 Sequence Number 所以就可以匯照 相對應的風包 送這條地方去 那你要去 就是把這個風包 給他 就是去接受 就像這樣子 那當然通來講 比如說我們現在 有兩台機器 一台B一台C 那這個風包傳遞的路徑上 我們只要 可以安裝一個SIMF的層次 就可以拿到 像這樣子的去瞭解說 這兩邊之間 從B送到C的風包 或是從C送到B的風包 那當然這種Packet的SIMF 這些Sequence Number 以及HK Number 不像這樣子 然後這種話 就算成為 Main in the Middle 那 當然今天來講 就是說 我們會送到 個Packet的SIMF 然後呢 我們去攔截 Cline Server之間的通訊 就會知道這個風包 攔截到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 他們現在在使用的 這些的 相對應的 一些的Sequence Number 以及 或者Nage Number 那當然這種 Packet的SIMF 我們可以分為兩種形式 那一種的話 叫做Active的SIMF 那一種叫做Passive的SIMF 當然它的目的 都是希望說 溫水要去Hijack的這個Connation 它的風包 會流經這個攻擊水 它的所控制到的機器 或是它的SIMF 可以就是說 可以進取到 可以截取訊息的一些地方 它需要拿著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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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Passive的SIMF 那Passive的SIMF 來講的話 那剛剛這邊來講 這種情況之下 供給者 它不用做太多的事 那就是說 它很可能說 它所要去 iJack的這個Connation 它相關的一起來機器 可能是Server 可能是Connation 就跟它是屬於在 可能在屬於在 其他一個區網當中 那也就是說 這件上 可以說是送這個風包 雖然是送給其他機器 但是呢 它也可以 收得到 這樣其實最多 它也收得到 最後它只要單單的 去安裝一個SIMF的層次 用它的網路卡 就可以去卸定到上面 流星的像這樣子的 這些的風包 然後如果說 如果說你今天這些區網 是透過Switch的話 可能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就SIMF而言 當然透過HUD 或是透過一些的 銅頭電腦連載聯繫的話 像這樣子來講的話 那你SIMF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SIMF的話 可能就不太聽得到 所以這種配置SIMF的話 就是說 比較少用 但是如果說可贏的話 那攻擊者 他事實上 他只要安裝 這樣的SIMF層次 在它的機器上 他就可以去聽取 其他機器上面 有些可以像這樣子的風包 他要執行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TCP Session Ijecting 會像這樣子 那這個所謂的AXIS SNIFER 就像這樣子 那再過來一下 所謂的AXIS SNIFER 當然這邊AXIS SNIFER的話 這邊會有用到 我們上禮拜一天 跟大家所提到過的 NRP的SWOOFING 就是它那個技術 那剛剛這邊就回來講的話 當然還是一樣 比如說 這個他會做法是說 他會 原則上他還是要跟 他要Hijriking的 這個就是說 Cognition 相關的機器 當中的某一台 通常是開眼機器 是在也同樣的 網段當中 或是虛網當中 但是呢 他會想辦法 讓這怎麼樣子 透過AXIS SNIFER的方式 讓這些 可按的機器呢 會以為說 通編者 他的機器呢 怎麼樣 就是這個 網段的 這個區網的 什麼樣子 Router 所以說 可能實況是說 我今天可能這個 他的機器 他要把這個 封包送出去的時候 當然他會先問說 他算是IP的 覺得是 因為每一台機器 其實上 事實上 雖然說我們不是Router 我們每台機器 雖然都不是Router 但是事實上 我們都會有個Routing Table 大概在設定網路的一線的時候 你一定要設定一個 什麼 你要設定的什麼 一些的Gateway 比如說設定的DNA之外 你要設定的Gateway 那Gateway 當然基本上 你會知道說 這封包如果不是你的的話 送到網路上的時候 那你要送給哪一台機器 那是IP的JS 所以你的機器 事實上 會透過ARP15 這ARP的Portocup 透過ARP的Portocup 去問說 我現在跟IP 是誰聯繫 那你的Mac的JS 是什麼人要告訴我 那當然這個時候 就可以讓攻擊者 有可乘之機 他可以把那個IP 所對應到的Mac JS 那個IP Router的IP 所對應的Mac JS 他把設定成他自己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來講 那所有的封包 在那個 看案者所收到的 經過被ARP15 攻擊的這一個看案 他所有要送給Router的封包 全部都會送給這台攻擊者的設有機器 如果你的拿到這台機器之後 他當然可以觀察 有個Sequence Number 結果拿去Number 送過去給他之後 再怎麼樣子 再把它 Hover的到原來的 透過原來的這個Router 怎麼樣 再把這台機器送過去 像這樣來講 就是說 所以我都會把ARP15 那當Persive 就是說 我今天本來就是說 我所要去 Hijet Carnation 的 相關的一台 Client的機器 跟我本來就是在 同樣的一個什麼樣子 在同樣的一個 使用可能同樣的傳輸媒介 所以我一個Snive 程式 我就可以直接去 去清詢 這邊可能就不一定 但是我可以透過 ARP15的方式 怎麼樣子 可以透過 ARP15的方式 可以 我透過ARP15的方式 所以我會讓這些 卡染機器以為說 攻擊者的機器 的那個 麥克爾JS 攻擊者麥克爾JS 就是那個 Lauder Deford的Lauder 那個IP的所對應的 麥克爾JS 所以說 他們那些人 卡染者就會把 包包送給 攻擊者的機器 當然攻擊者機器 可以過FORWARD 把包包牌 這給送出去 在FORWARD的部分當中 其實他就已經可以 去觀察到怎麼樣 這些Sequence Number 以及這些 Carnation 這是他非常需要的 另外剛剛看到的 就是所謂的 這樣子的 就是說 金星HIGHJT 就是所謂的 這樣子的 就是說 這一個 Main-Middle形式的 另外什麼就是 Blind 就叫做HIGHJT 那Blind的HIGHJT 來講就是說 我不知道是Sequence Number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跟HIGHJT 怎麼辦 跟我猜的 那不僅是說 我們今天 這一個儲存的 Sequence Number 好像是 總共加起來 Sequence Number 好像是16個Beats 那 Equence Number 也就是12個Beats 30個Beats 所以說事實上 變怎麼樣 大概就是變成了多少 有4億的 有4億的 40億 40億種可能的組合 所以說 如果說Blind的HIGHJT 那組合你真的運氣非常好 Blind其實在你真的成功之前 可能那個 可能開始想要斷掉 因為你要設置太多 你要送大量的風包 平均來講 你要要送大概21個風包 或21個這樣子 這個是說 理論才會這樣 當然有人提供一些技術 一些方式可以降低 說用Blind的HIGHJT 可以減少我們猜測的次數 但是如果說Blind 基本上你什麼都不知道 就去猜 只要有些方式猜 等到你猜的次數比較少 像這樣子 那好 那當然這邊來講就是說 我們在執行 GDPIP的HIGHJT的時候 比如B和CG70年齊的時候 那我們在執行HIGHJT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會看到 你會送風包給這個B機器 我會送包給CG70 當開始的時候 可是就要來做到一件事情 你要讓B和C上面 沒有一些response 看得到出來 所以在這種雙方間 或是有時候 你要去把控制權 就C跟B連線完畢之後 C是time B是serve 那你現在就是說 你要變成 你取代C 他跟B 他跟B連線 當然是以C的身分 在B上使用式的東西 可是你去讓B 沒辦法去跟C 沒辦法跟B去做溝通 就看你辦法做溝通 那當然這個時候 有時候你要怎麼樣 你可能可以懂 要講話給大家這樣的效果 就是發起這個 主蛋複指攻擊 那這邊當然是我們 都回的 要跟大家介紹的一個重點 或者重點之一 那就是說 我會發起主蛋蜘蜘蜘蜘攻擊 對其中的這個 一個TPIE 當中的其中一端 通常是Cline端 這樣是Cline端 不可能去直接的 對他發起攻擊 就讓他沒辦法怎麼樣 去跟這個B去 就是跟他這個Serve 有些溝通 那當然是可能 逼的是把這個C機器 把這個Pine把它 crash掉 或是說 我今天讓這個C 而在機器所在的 那個網絡 這個風包的流量很大 還是說他的這個風包的怎麼樣 就是說 遺失的機率會急得很高 所以說他送過來 要給B的這些風包去 沒辦法順利的倒閉這邊 就像這樣子 那當然 這是其中的一種方式 就是說我今天B和C 還做Connection 所以我將這樣子 把這個Connection 就是說 給Tijack 給綁架 那我可以 當然我希望說 B和C之間 不要有訊息互通 那一個方式是說 我就直接打B或打C 把他打掉之後 或是讓他說 我沒辦法送回來 當然就可以找到這個效果 然後他有些狀況之下 你可以送一些Connection 給B和C 就告訴他說 現在你知道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暫時不要有些回憶 有些的 就是 如果說看你的使用的 GEPIP Connection 是什麼樣性質的 GEPIP Connection 有時候是可以 那就是上面的Protocol 或是什麼樣的 或是什麼樣的 應用程式 有時候你是可以 要求說 B和C 你不要 收到一些的Message之後 不要再 什麼樣 不要再給我 任何Response 這也是一種方式 就是他這個時候 基本上就是說 當我在IGMP的時候 我希望說 B和C 他不會收到 真正有在哪個 B和C 有送過來的訊息 像這樣子 當然東西只會送訊息過去 會用訊息過去 會用訊息過去 但是這個的使用者 他們 就這個原來的 我現在積極希望說 他們之間 不要再交換那種訊息 那是像這樣子 OK 這是我們把這個 這個 TTP的 Session Hijacking 在那邊跟大家做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 簡單的 像這樣子的 介紹 介紹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跟大家來看一下 像這樣子的 實際的一個狀況 當然我們剛剛 就像剛剛跟大家提到過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講來 機器要做溝通的時候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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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訊息會確保一件事情 就是說 彼 Michael 彼此都知道 雙方都知道說 我現在接下來要送出來的 Sequence Number 是在什麼地方 當然你會確定說 我今天送過來的東西 種得分 Florida 知道 na one 那裡的 就是我今天一次送過來的時候 從那個Sequence Number 到什麼個区間當中 那 sû 我送出來的就是 Rorea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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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這個所謂是一個叫做Siding Window 就是說每一台機器 每一台機器在EDIConConnection建立的時候 它其實在Connection的相關的兩台機器 比如說A機器跟B機器 那A機器之後它上面會有兩個的Siding Window B機器上面也會有兩個Siding Window 那每台機器都會有一個Sending的Siding Window 以及一個Receiving的Siding Window 那一台機器的Sending的Siding Window 所對應的就是另外一台機器的 Receiving的Siding Window 所以說A的Sending的Siding Window 對應的就是跟這樣子的 就是B機器的Receiving的Siding Window 這Window就是它們的一個數字 就是Sequence的兩個 那它們的七十字都是一樣 它們結果的或者是一樣 那HOST的A它受的封包的時候 我會根據它的身體的Siding Window的大小 它的值以及它的大小來決定說 我現在送出去的工包 等如果我送出來的工包 必須落在Sigments Number的外面區間 好 那這個Receiver 就是另外一端的話 就根據Receiving的Siding Window來決定說 我今天你送過來的工包的話 你的Sigments Number 必須要落在這個Receiving Siding Window當中 我才會接受 所以到這邊來講 你看到這邊的話就是綠色的話 就是這樣是Singed Window Siding Window 那紫色的話就是這個 Receiving的Siding Window 那當我們今天來講 就是我今天這邊收到的話 我今天收到封包的時候 或是我今天來的機器 我送的封包出去到B7期的時候 那送完之後 或者對方Argonagic回來的時候 那我到這邊送到的時候 我們兩個雙方都會把我們B7期 直接這個相對的Siding Window往下交 好 就像這樣子的 好 就說Sender是根據Sending的Siding Window 決定他送出去 封包Sigments Number 要落在那邊 好 Receiver是根據那個Receiving的Siding Window 決定說他什麼樣的封包要接受 而Sender和Receiver之間 他們之間的這一組的Windows 都必須要是要去做同步的 其實會是一樣的 然後他們的大小是一樣的 那當送的話 通訊一個TGP IPA connection 通訊是雙方的 雙向的 所以從這個A到B有這麼一組 從B到C有這麼一組 那A到B的這一組 就專門負責由A送到B的這一個資訊 的傳送給接收 那B到C的話有這麼一組 最後你可以看到這邊這一組 就專門如果A有資訊送到B的時候 A有資訊送到B的時候 那他是透過這裡的Windows來控制的 那A是根據這個Siding Window 決定說他送的封包Sequence Number在哪邊 這次放得出來 那極度到什麼地方 它的大小 就是他送出來這一切的封包 所以Total這些封包Sequence Number 到落在的取締當中 就像剛剛講的 這邊來講 那這邊的ReceivingSiding 就根據這個諮詢來 這邊我要來接受 他的B到的也就是這樣 就是說一般正常的情況來講 就這樣抄一下 這邊就是Sequence Number 就是100 這個就是100 100 200 300 400 600 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說今天A真的是 就是送的封包 假設他送的封包 現在該是09 Sequence Number A是600 他送出來封包的 總共就送出來 就是100個半尺 那以這樣子來講 你可能可以看一下 這個下面的東西 你看看 我們要送封包過來的時候 因為Total像這樣子 剛開始是這個 剛開始建立起來 就是A照說 我送出去的封包Sequence Number 剛開始要600 那當然我知道這個Size 的話是 總共我的Size Number 大概是100個半尺 所以我最後就能送 100個半尺過去 那一送過去之後 我的B在這邊 HOST的B 然後收到封包 A看Sequence Number 這個是600 跟我的相對的 Receiving的Size window Size這個值是一樣的 那你今天送出來的封包 就是600到699 輸入了一個Window 最多我就會接收 當接收完B之後怎麼樣 這個Window就通知網站 再調整 看有沒有 那這邊網站送完之後 這個就往下移動 就表示說 我接下來送出來 就封包我的Sequence Number 從哪開始 從C台開始 那C台那邊 第二邊的話 所收到的Window 早上哪一開始 他那邊收到的封包 然後PSequence Number 從裡面 從7人開始 就是當第一次收到的時候 要像這樣子 所以比較多 因為他在滑動的 送出去之後 然後你也接收完 可以之後往下跳 送出去 然後這樣子 就是我們正常的一般的Snailium 現在可以嗎 因為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會非常的複雜 因為這個要做 ifjacking的話 攻擊者要re-air四組 四組的圍造的 像這樣子的 window 說來 會變得很複雜 這是我們正常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輸功進得到去 和 jacking 這些東西 就是說這時候可能是 host A and post B 已經建立訊息起來了 然後資料也傳遞了 這時候將對應的 standing slide window 以及 receiving the slide window 就是這樣子 對於這個訊息他們可以互相的傳遞訊息 訊息可以從 A 到 B 也可以從 B 到 A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另外的情況 假設你只要攻擊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要送資料 他要以 A 的身份送資料給 B 像假設他照這 sequence number 就是跟托剛那些技術來給知道 他要送資料給 B 最後 他一定要 maintain 一個什麼樣 sending the slide window 他要一定要 maintain 因為他送出的資料要給掉到 B 去 那就是 maintain 就是這邊淺綠色的就是一個偽造的 好 他送出去的時候 就是當他就是完全是以 host A 的 IP address 當收起來 收起來的 IP address 所有的訊息 他都是偽造的從 host A 當然這所有的流星的封包 attacker 和這個 host A 可能就在同樣一個區網當中 在同樣一個 hub 傳接的 所以說所有之間通訊的封包 host B 和 host A 的同封包 他都收得到 當然相對應的來講 host B 和 attacker 和 host B 是我們的封包 host A 也收得到 譬如說三個 這台機這樣的機器 他們所聽到的東西基本上是一樣的 會像這樣子 那它是一般的層次 所以它是讓如果說你沒寫特別偵測的話 你是不曉得這件事情的 host A 是不曉得這件事情的 好 現在就攻擊者 下巴基攻擊他做什麼事情 他可以送資料給 host B 好 送過去 那送過去的時候 當他送過去之後 他會把這次 host A 本身的什麼樣 setting的 sliding window 然後送過去之後 所以我都不知道這會往下跳 剛剛host B 不知道這件事情 都一樣 它會也是host A 送出來 所以它是紫色的它會往下跳 好 這是現在來講就是說 host B 的 receiving sliding window 往前進 但是呢 這個host A 的 sending sliding window 沒動 沒動 因為剛剛的訊息是誰送的 host A 是有taker送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目前如果說我們可以成功地說到這樣的事情 起碼一件事情就怎麼樣 host A 想送資料給 host B 的時候 他會就會把他送過去 好 因為 host A 所送的資訊 比如他打一個字 上面的 LS 這個也是 bind 這樣bind 這樣bind送過去的時候 signments number就是這邊的這個字 這個模式吧 800 800 801 這樣bind送過去 800801送過去的時候 發覺就不是在這個 sliding window 是 receiving sliding window 這部分會被jump掉的 會被jump掉的 所以這時候 這樣就完成的時候 host A 是沒辦法跟host B 溝通的 但是host A 是可以送資料給host B 對 那如果單純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海間品可以成功嗎 不會 不會 因為當我們attaker送這封包 送這訊息給他的時候 他很可能接受到 因為他有資料過來嘛對不對 好 給你個拜拜 我送給他的時候 我送給他的時候 那他可能會處理啊對不對 處理之後產生結果怎麼樣 他就送的結果給他對不對 因為這時候 host B 跟host A 方 host B 的 standing的 sliding window 跟host A 的 receiving sliding window 是matched的 所以說這方面的通訊 這邊的這一個方向 從 A 到 B 的通訊是斷掉的 可是從 B 到 A 的通訊 現在還沒斷掉 因為他們之間的windows是合的 他就會東西送過去 所以他送過去的時候 比如說你今天他收到一個command 是個ls 他就把這幕的東西把印出來 叫p-p-p送給host A 去 當然你看到這時候是沒辦法溝通的 host A 和host B 沒辦法直接通訊 那當這時候會怎麼樣 那個response就回來了 response回來了 可是問題是說我今天host A 很奇怪 他說我什麼都沒做 怎麼突然一大堆很奇怪的訊息過來 那很可能會造成一個情況 就是說host A 上一個程度 就把這個convention 是不是出問題了 關掉了 一旦一關掉的時候 這個會不會不見 這個也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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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如果知道 照什麼樣的效果 那今天這個殺掉 這裡看到沒有這個 因為這個convention 他一關掉時 這個socket就關掉 socket一關掉的時候 相對於他的 resiming the side window 與sending the side window 都關掉了 好 關掉 下巴都會動過來 對不對 怪怪的 就把convention弄掉 那我們再看這個host B 那如果說你安純的關掉 那沒關係 關掉就你關掉 那我A的身份 你A的身份 去使用A的東西 那當A很高興 已經非常hap 對不對 Attack一定非常hap 對不對 好 假設是這個樣子的話 就送過來給你 你就把它關掉 會是這樣子 那當我這邊來講 就是說他已經非常hap 但是今天也讓先生 還是跟大家提醒的事情 B所送出來的封包 Attack host一定都會收到 所以他會各自針對他目前的狀態 他還會決定 要對這個收到的封包 來做什麼樣的責任 會做這樣的事情 他們都知道 剛剛都看得到 只是他們可以去 當然這邊A來講hose而已 因為他是就 按照一般的標準的 提起 他們的Polico協定來做 我覺得封包就把它抓不掉 他也不去觀察說 為什麼會收到很奇怪的封包 他還不會去觀察 然後如果說你是要寫個 捨入群的話 你可以去觀察 然後解釋一下問題 當然 雖然這樣子 當然就是如果說這樣的話 當然hose的A會很開心 hose的A就直接跟 以A的身份 hose的A是不一樣 但情況不是會這樣子 因為如果說接下來 如果說hose的B要再 弄個封包的時候 過來的時候 當然他會收到沒錯 但是hose的A也會收到 可是問題是這個時候 這個convention根本就不存在 不存在 這個convention 所以hose的A做什麼事情 他一送一個resale的封包回去 就直接告訴hoseA 這個hose的B 這個convention根本就不存在 輕易把你的機器 在一個convention關掉 所以這樣子來講 怎麼樣hose的B上面的那一組的 那兩個的window 也會被關掉 因為你的沙體就會被關掉 會close掉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攻擊的話 是採取剛剛單數的封包 這個的話 那事實上這個是 沒辦法去highjack 那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 td的convention 好 這邊有人問題 可以嗎 因為接下來講 更複雜了 我再得看到一組 對他有三組進來 我們有四組 可以嗎 好 這當初用文字的描述 其實非常的困難 好 其實當初我們要用文字的描述 因為你其實用動畫的 也是 其實也是 有時候只能要再看一下 之後 都會再多看一下 好 好 那solution 當初的solution 不是attachment solution 這是attaker 怎麼去解決 剛剛那個問題的solution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下 基本上一件事情 那 這時候它會怎麼樣 它會體驗著兩個的 身體的slide window 好 就通常在attach的那些機器上面 所以我把這個放這邊 放這邊 放這邊 剛剛是放這邊 好 就像這樣子 那再來介紹 我先keep的兩個的 身體的slide window 一個是 偽造A的身體的slide window 一個是偽造B的身體的slide window 好 所以說我知道說 如果A要送機器給B的時候 我根據那個 偽造A的身體的slide window 知道我的solution number 要怎麼樣 好 那當然我要送風包 給這個B機器的時候 送機器 我要送機器的風包 給A機器的時候 也是一樣 我根據B上面的 我要送風包給A機器的時候 我就根據呢 我偽造B的 升級的slide window 我可以決定說 我送不在風包的solution number 必須要過來什麼樣子 所以剛剛這個 你看這個 它都偽造的 如果都比較淺的顏色去表示 它偽造的是另一個 另一個 綠色的話 這個身體的話 我就用淺綠色的來表示 所以說這個在閃的 有加紅色光光的 都是攻擊者的 這樣 再來機器上面偽造的 所以這樣就放 再來就放這邊 其實在這裡頭 直接State Q的也會沒尋 好 那就是說我今天做這樣的事情 就偽造像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有什麼事情 好 當然我繞完之後 我同時送風包給誰 我第一個同時風包給Pose A 給一個風包Pose B 兩邊同時送 好 兩邊同時送 那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因為它現在兩邊同時送 這個跟這個match 對不對 那這個跟這個match 你兩邊同時送 那我這邊送過去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以它的身分 送東西給它的時候 對不對 我可以Pose這個紫色的 往下移動 對不對 這紫色會往下移動 所以說這個淺綠色 往下移動 紫色的往下移動 對不對 像剛剛那樣的情況是一樣的 然後那時候Pose A跟 B 就沒辦法直接溝通 像同時速面移器一樣是 我今天以這個的送過去 給B送給A的話 B送給A的話 那這個會往下 淺綠色會往下移動 紫色的也會往下移動 然後這時候這個綠色的跟紫色的match 所以B要送 是讓我給A的時候 它也怎麼樣 也沒辦法送 那我們現在要確保一件事情就是說 A跟B同時都沒辦法 像剛剛的情況是因為 HOST A跟HOST B是沒辦法動 沒錯 但是B確定也可以去跟A溝通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我先偽造了兩個的 sending style window 偽造B的sending style window 偽造A的sending style window 我通過這風包送給你相對應的 對方的電話來的機器 或是對方的 receiving style window 同時的往前移動 對方的receiving style window 移動的時候 真正的那來的機器 兩來的機器 就沒辦法跟對方互相溝通 因為他們的sending style window 沒有變 因為他並沒有送紅包出去 就像這樣子 所以說大家看到這樣的事情 好像 好 接下來還有一個事情 紅包送過去的時候對不對 這邊再過來 這邊就送過去 這邊就往下移動 有往下移動 那現在所看到的情況是怎麼樣子 好 你可以看到 host A的sending style window 以及host B的 host B 身體的sending style window 沒動 可是他們在對方那裡的機器 相對應的 旅行 style window 全部都已經移動掉了 全部都已經移動掉了 那在這邊來講 所以說他們怎麼樣 A和B 機器 大家這時候 其實壓一壓條件區 已經建立了 已經經過認證了 那在做一次 A和B 已經沒辦法繼續talk 因為系統這樣不對 好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事情 剛剛只是送的 等一下我要送資料 對不對 那我怎麼做 所以說在這host的機器上面 它有一個主要的量處 Receiving the sliding window 好 那一個是對應這個 這個A的united setting 是在這邊 它的對應的理性535 它在裡面已經跑掉了 它的別的也根本不出假的 來對應到它 它的對比也是一樣 它的身體的身分 如果我可以可以假的在這邊 所以說 B 送出來的封包 attacker會收到 A 送出來的封包 attacker也會收到 他可以收到這個封包之後 他決定要不要竄改 還是要forward出去 會像這樣子 所以說 粉紅色的 粉紅 就是帶紫色的 就紅色的 帶紫色的就是怎麼樣 對到這裡的 這一個 那這是一個I3 它對紫色在這邊 因為剛剛什麼話 是要轉過來 所以我這個帶紫色的怎麼樣 就是說 會造成host A上面的怎麼樣 Receiving the sliding window 所以說 host A B 根據它的沒有被改革 這個身體的 sliding window 是送出來的封包 供應者可以收到 同樣的一件事情 我就在體驗出來是暈的 B 上有一個 比是暈的 sliding window 假的 所以說 A這邊根據他 A的自己的身體 sliding window 送出來的封包 我可以接受得到 所以但是為什麼 A和B 之間沒有辦法溝通 可是現在 A所送出來的封包 誰都可以來接通 都是有tator在接收 那B和A所送出來的封包 他也跟A溝通 他也是為了直接溝通 可是他所送出來的封包 誰溝通 誰來接 都會被B 可以變tator拿走 所以現在是 A和host A 跟host B 直接通去 現在不是 你全部都只能跟我 這個A和多空去 好 但是你們之間兩個 沒有辦法做溝通 因為你現在host A 可以有send in style window 在這邊 Post B的 與send in style window 在這邊 我們今天沒辦法直接聯繫 但是我的假的 空機本的假的 就在這邊跟你妹去 所以你可以跟他做溝通 好 相反相對的 從host B 到host A 這個情況也是一樣的 好 這樣可以嗎 有什麼問題 這個很花時間的 大家知道 好 我們等一下要畫兩件事 可以做得那麼短 那 可以嗎 沒問題 所以你看到這件事 就是以host B 跟host A 沒辦法直接溝通 可是 他們全部都可以跟誰溝通 跟ortake溝通 好 所以對於卡內群就怎麼樣 就這樣被higel 這樣 好 那 host A跟 他有跟他host A 完全快樂 對不對 其實不適合 他都是host A 他就是attake attake也可以圍到一些序器 就直接送回來給他 好 那 host B 那ortake跟host B 就是以host A的身份 直接使用到host B 加一機器 好 所以可能也許 剛剛我們講說這開機 是在host A 已經login進去 那提供他的login 內容 password 之後 那 會達成的事情 好 會像這樣子 好 我先問這個問題 大家的問題好 那這種狀況之下 因為有辦法適合 這樣 好 大家其實做發覺 好 沒有 現在沒有發覺 我們來學下一位 請問房 所以大家稍微講一下 請問房子 另外 你有什麼foundship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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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到這件事情 反正 你在host A 都在host B 上 因為 只要你在host A host B 上 你真的到 特別是host B 那serve 上去 他找知道 他就幫他真正到 現在的 現在的 我們的GDP IP BOG 沒有包括這個房子的機制 沒有 沒有 那 走 其實這個solution 這個solution 其實非常的簡單 其實非常簡單 那 我們老師之前寫過的邏輯 只要加到一兩行的code 在你的GDP IP的State 加到一兩行的code 你就可以達到增測的效果 那怎麼說 因為你看到一件事情 這個B的 我們看好像 我們剛剛怎麼說 這是B的 sending the styling window 對不對 那個 那個 A的那個 receive the styling window 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那 這邊情況也是一樣 然後這邊也是 A的 身體的三個 就是 B的 receive the styling window 好 那 當 我們也知道說 Escanage number 是什麼東西 Escanage number 就是說 對方告訴我說 他已經收到了我什麼樣的封包 對不對 已經收到了我什麼樣的封包 那還是跟大家講 就是說 Horse的A所送出來的封包 他應該會收到喔 好 然後 Horse的B會收到 Horse的B 送不出來的封包 Horse的A 以及 Attackable都會收到 好 那只是說 像剛剛講的雖然說 他們沒辦法直接talk 但他如果說出來的封包 那 B送出來的封包 A和 Attackable都會收到 好 只不過我今天送來的 那個sending window的關係 所有的這些封包 或是剛剛那個 可以調整完畢之後 Horse的A的 PEI-Polo會把它自動jab掉 是 TEI-B Stake 可能Polo所規定的事情 他是會把它jab掉 同樣的 那也是喔 那原來他送的這些封包 可能是Horse的A要 這個 你知道沒有 所以他自然是被Horse的 然後他是jab掉 那再問一句說 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今天 Horse的B A他送的封包 會怎麼樣 Horse的A是會送到嗎 通常Horse的B 通常Horse的A也會收到 可是我說Horse的B 確實發覺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 H-Number是告訴你說 我已經收到你什麼樣的封包了 但是剛剛可以看到的 一件事情是什麼樣子 你會從Horse的B的角度來看 他的sending side window 和對方的 他的 他的 用這個來看 也許從A這邊來看比較好 這是A的那個 你新的sending window 然後呢 那個上面的話 是Horse的A的sending 像這樣子 上面是Horse的B的sending sending的sending window 就像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 會告訴我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已經這樣子的這個 OK 那我這邊就說 告訴說 我今天已經收到了 什麼樣的 像這樣子的 本來這次告訴我說 我今天已經收到了 什麼樣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封包 我今天已經收到 什麼樣的封包 那 那下一次會就是說 在剛剛這個發起空景的時候 他可以放在那件事情 我們把這圖圖簡單換來看 這就可以看 這例子來看 以這個例子來看 那我今天送過來的時候 對不對 會這樣子呢 對不對 我的這個 我今天 Attacker 那以Horse的A的sending 送莫方過去的時候 好 送莫方給這樣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怎麼樣 好 那讓這一個的 好 那我今天 Attacker 以Horse的A的身份 送公包出去給Horse的B的時候 好 然後送過去的時候 當然這個 這個 我有個偽造的這個 生理篩命都會調 好 當然這個Horse的B的怎麼樣子 Horse的B的這個 他的 他的 履性的篩命 我會跟這個調整 好 就是這樣調整 好 然後這調整完B之後 我送這個東西過去 那Horse的B 是會會回報的 他會告訴說 我送包給你 他會告訴我 他會告訴我 我已經收到你什麼樣的封包了 比如說這邊 他是這樣到這邊來的時候 會告訴你說 欸 我已經收到 Horse的B 那我的A也在人 對不對 然後對方 Horse的B就告訴我說 我現在已經收到了 什麼樣的封包了 比如說 這是800 這邊是899 他會告訴你說 我899的封包 我已經收到了 就是899 就是說 你送出來的 從編號到800 到899的封包 我都已經收到了 所以 你8以上攻擊的時候 那時候 Horse的B是會有這樣反應的 回來到這件事情 可是現在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或是Horse的A 帶發出這件事情 怎麼會說 899 我的身體呢 Sighting window 目前只有到什麼地方 從800開始 我根本就沒送這個封包出去 我怎麼會有人告訴我 說你告訴我 已經收到899 因為以他來講 他事實上 連編號800的封包 他都沒送出去 但是對方去告訴我 他就說 我已經收到 你899的封包了 所以他只要做這個事情 很簡單的檢查 你送過來的 Horse的Number 我跟我的Sighting Sighting window 那個編號去理對 如果說你還不夠大的話 那就表示說 很奇怪 欸我沒有送出去的東西 接下來你告訴我 所以我已經收到 他就把他設定在 我基於Sighting window 這扣拉這只有兩行 就是一個 衣服的Condition的判斷 因為他只要說 在Condition的判斷 那當然要三行 第三行就是 把Discounting 叫做Condition 就會結束掉了 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送過去了很多 地方其實是告我回報的 我所謂的TDPIeSighting 這個Sighting window Sighting window 我送去給你的時候 Sighting window 他會有資料 他回報說 唯一收到你什麼東西 根據我收到的訊息 我才可以調整 我這個Sighting window 因為我送過去 因為有可能對他沒有收到 沒有收到 我叫Yu-Chance-Meat 對不對 Yu-Chance-Meat 我還是要跟過 原來這個Sighting window 那難得去送我的風包出去 像這樣子 所以說要偵測的話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 那其實雖然說 他的這個原因很複雜 很複雜 可是你真的要去偵測他的話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 你想要去看 你收到的風包 或者跟他去難等 跟你的身體無可疼 跟他難等 是不是免許 是不是在Range當中 如果有時候 對方告訴你說 你受得送的話 你根據還沒送 你絕對就結束了問題的 也是有問題的 這是他沒辦法避免的 比如我剛剛講 HOST的B和HOST的A 所動到的風包 Attack會收到 但是什麼Attack的HOST的B 和HOST的A所動到的風包 所以反正他們之間的工具 這兩個領域排單 多次他們在同樣的 就連到一個WON-A-POP 所以他們之前都會排行中 第一次都要有風包 只不過他現在送給的 Attack的風包 全部都會被HOST的A給抓掉 那剛剛只有Attack 直接送HOST的A的風包 他會被接受 因為Sequence Number 只落在HOST 那個Receiving Styling的當中 好 應該這樣子 好 這樣可以滿清楚嗎 好 那 那 這東西滿滿滿的 好 好 那 這樣子你要走 保護你自己 好 那如果說 放下問題 好 如果說 OK 好 好 剛剛是說 你今天這一個 Curban的東西 重新改進 可以針對它 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要保護自己 好 然後這邊有一些的 這個 層次 一些 айтесь checking的 toolbox 那它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然後有時候 有些的hyperlink 大家去 可以拿的時候 上網 所以我們在上網上說 那Hermic是怎麼鋪掉的 但是老廁所還留著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的文章 是從那個地方來的 那雖然說有一個網頁的作者已經把它拿掉 可是我們還是要把它都去留著 表示它原始的出處在什麼地方 有時候我們要把它都去留在那裡 是這個用途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們這個是 我們的這個教材都是根據網路上的 比如說的那種的論文 研究最新的研究報告 尤其技術報告或的論文 那很多東西 因為這些資料你只要輸出來的時候 那已經時間太長了 而且說真的我就覺得就是輸起來 並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很多東西是要參考網路上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最新 可是網路上的資料有時候蠻討厭的 就是說它那個網頁好像變來變去 特別是你們攻擊的東西 那有些資料是上網路上的稿 有些做了一些放置一些惡意城市的網站 跟他做研究的 為哪個稿是真的 那他說你拿或用你拿去做 的確是因為他做他也是 比如說他們被強迫 他們把網站整個關掉 有 比如說網站它說 關關停停 關關停 又關又開 反正又來就是這個社 然後就跟他講 好 好 那當 當在CCP 搜尋 還接品發生的時候 會有一種現象 會有一種現象 叫做CCP的SE Ethanology Package的Storm 好 好 好 可以選擇這張圖跟大家解釋 好 好 那這邊有個Client 跟這邊有個社會 對不對 那我今天這個Attacker 對不對 剛剛經過發起這個 這個 機器身體牌接警的時候 他一定會送這空包過來 給這邊嘛 對不對 這台社會的機器 好 那社會這台機器 送過去的時候 然後社會就會 收到這空包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說 你怎麼會不收我什麼樣的風包 好 你的 你送過來的C微單位是什麼 我會幫到 Fanage告訴你說 Fanage在你的風包 就是說 你剛剛送到哪些風包 變到哪些風包 我收到了 所以這個風包送過來 你放很快 就是放在SCK 就送過來 但雖然剛剛所提到過一件事情 他收到這東西之後 他覺得奇怪 你這個送過來 這個風包的Fanage number 我還沒送過去啊 我還沒有送 你怎麼會告訴我這些事情呢 所以他就說 我去糾正你對不對 他說 這是他又多的 我一定好 他說我要糾正你 那我就會送你一個風包 告訴你說 我的 Secrets number 是多少 我的 Secrets number 是多少 那就是我今天送過去給你的時候 那我今天送給你的時候 那我會讓你收到一些風包 我會讓你收到一些風包 但是不是我送的 不是真正的Candage送的 是這個Attack送的 那Attack送過去之後 剛剛這個看 Server 他更不知道是誰送的 他再去把他接收了 因為 這個Receiving the Sign-in-Domatch Port number什麼東西 IP-Domatch 他就接收了 接收了IP之後怎麼樣 他就跟據Polocal 他就跟他告訴說 我去收到什麼東西了 那他就收到的時候 他就把他怎麼樣送回來 送回來 甚至他收到的時候 他就發覺 Enagic number怎麼是這個詞 我根本沒送啊 不對啊 怎麼樣 他就糾正他 他就送了風包回去 告訴他說 告訴這個社會說 欸不對 你送出來的風包 這個Sequence number 不對 那這個Sequence number 我的Sequence number 應該是多少 他會跟他講 好 他會跟他講 送這個東西 所以他剛剛這麼會覺得 他就告訴他嘛 他說你不對 就告訴他說 你的東西是不對的 那他就收到這風包之後 他就覺得怎麼樣的事情 他說 不對啊 我明明收到的是啊 你明明就收到這東西啊 所以就是你不對 對不對 我再告訴你說 欸你不對 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情 那他怎麼樣 他收到的時候就說 不對我是對的 你是你錯的 所以這兩個一再吵來吵去的 吵來吵去之後怎麼樣 這個Sequence number 這個Sequence number 就一直跑過來 再送過去 再送過去 那這邊就是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Sequence number Stole 暴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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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能知道 這個瓶環 很可能這個是去往的 這個往短短 這個瓶環都被塞放 你兩個在 這兩個的機器 剛才社會在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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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都這樣子來講 這個一定不一定 不樂見這樣的事情 那怎麼辦 好 我們之間有經過所謂的 RT4件的技術 就被導彈進了 他也在某段時間的時候 你這個風包要送給這個 這個暗的機器 他把他的這個Idea 就是有這個NAC 就是這個NAC 就是這個NAC 不存在的 所以就把這個風包怎麼樣 因為他送給他的 全部都被濾掉 好 那同樣的 送他送在Stole 也是有段程度 都被濾掉 所以他在實行機 預先停在接停的時候 還好是3.50 去Candle這個 SEquence 動這個事情 今天有非常多事情 然後就是說 比如說 讓這一個 Candle車尾之間的 不會有像這樣子的 就是說 HKM 跑好距離 而且還在吵架 就是說不對 怎麼不對 那正確是什麼樣子 其實 通通都對 都會騙 都會騙 好 那大家正確這種EBI RB Session 可以做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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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沒有像 剛剛加上那種 手錄群下去 就是你去判斷 這東西是1 可以做什麼事情 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 你可以把你的這個 風包加密的話 好 那你TGPiC 你開機器 他就在Candle車尾之間 可以知道之後 他的Payroll 沒有辦法送到對方去 因為沒有TGP 你送回去之後 結果沒有辦法正確 加密解密 那送過去也沒有用 所以說 有一種方式 就是怎麼樣 我就是把我IP 風包裡頭的Payroll 把它加密 這是在IP層的那種加密 是Paykey的當中的加密 是加密的 是加密的 那 但是 大家就是說 你今天用Sniper的方式 去聽到 聽到 就是說如果說 如果一種是 IP的Payroll 是被加密過的話 雖然我不要去發起 這個 PB的 Session的IJ 我只知道Sniper的 Content 那我都可以去保護到的 所以說只要有時候加密 其實 雖然花一點時間 其實 但是事實上是蠻必要的 因為 你可以保護 你自己知道 免消於TGP 性感性的東西 也免於Sniper的東西 純粹只要看著Content 剛剛的Sniper造成的Sniper Sniper是那本 然後提到那本 這件事 他給發去TGP 那如果說他不要發去TGP TGP 它那也不怎麼樣 但是Sniper可以 但是 如果你有加密的話 怎麼辦 那公益者就 他就比較沒有辦法 然後他真的是沒有辦法嗎 那跟大家講話 那這個加密的話 這個 就屬於一個很好的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Internet的 這個 就是 就是說 IP 那 可以幫你的 這個 IP通關的 配料去加密 那 那當然這個東西來講 你需要有一個 是天天禮拜好的一個 Key 好 sure的Key 它有一個很好 如果這個機照完成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個 這個 要完成一個很複雜的 這個PKI 像這樣的機制 不過 這個PKI講了好幾年了 好多年了 一直好像 整個架構出來 部件都好像 好像 好像他那個進 或者像這樣的 的空間 那 那大家就說 這個東西好像有 這樣的 這樣的環境 一個很好的一個 Public Key 的 像這樣的機制 部件起來 然後就是大家也知道 總統哪裏 你去拿Key 這些加密接密的Key 大家可以去拿到 就像這樣子 那 究竟那邊機制的部件起來怎麼辦 因為 有資料就起了問題嗎 也沒有 因為 攻擊者 有發展到一些 去破解 這些加密機制 那 剛剛是在 在Ide的能量加密 還有在 Application Level加密 比如說 SSH SSL 它是在 Application Level 那就是加密的 其實它顯示 到小力跟剛剛一樣 反正就是加密 加密在Pail當中 你看不到的都不是本文 那你也不知道 Key的話 你就沒辦法去 把東西刪進去 你得到Key還沒辦法 把東西破解 沒有辦法 但是還是一樣 這邊的頭 這邊的加密 這些 這些加密也是被破解 當然 它如果說 其實它加密的一些 改變它加密的運算 倒是 是還是有可能 就是說 破解要花點時間 很困難 但就是說 反正沒出來 就會有人想 那些新的方式 可以解密 可以解密 可以像這樣子 所以說 它也不是萬能加密 但是怎麼辦 就是要小心 你都捨了 有密碼 那個有加密的密碼 要常換 那這樣也是要常常換 好 好 那這次有關於 不是這裡是 有上次的方法 我怕怎麼大家有講 那這次是所謂的 這一個 GCP 這一個 Session 的HIGHJR Key GCP Session HIGHJR Key 就是我們這邊給大家提到 然後下禮拜 就是我們的 期末考 那形式 跟啟動考 一樣 都是 衛塔基的形式 那這邊 在提醒大家 我在考之前的話 已經會在我們的 這個 課程網站上 告訴大家 我們這次的考試 有多少題目 然後已經 總分是 多少分 請大家 一定要 特別注意 那如果說 你考驗上的 題目 跟我們所公布的 題目不一樣的話 你很可能是 有拿錯 但是這種情況 以前都沒有發生過 那實際上 通常是同學 都有看的 題目 這幾年都有發生 這樣子的狀況 那 大家沒有可以說 通常是 成績很好的同學 都蠻好玩的 所以他們通常就 實寫了60%的題目答案 好 奇怪 都是上大 還寫一半 可以把他寫一半 多一點點 他們就交捲了 那這些同學 通常他們這些 都寫的地方 大概都是扣一分 兩分 可是最後 他們最後 都過好 都過好 沒有可以當教 但是說 他們的成績就是 就是說 原來他會考更好的 可以考更好的 就是要特別要注意 好不好 特別要注意說 這個 你的 答題的數目 跟我們現在所公布的 是一樣的 一定要 一定要特別要注意 我常會講 可是有時候 稍微忘記講之後 就會發現有種危機 好 請問 老師可以問一下 對 像這種 風包加密 對 就是像有些 像 類可作業系統 對 有些作業系統 就是宣稱自己是什麼 AES E28 還是 25 它是指 它是指說 它這個加密 就是這些作業 有宣稱這個加密方式 是指說 風包加密 風包加密 不可能加IP-Lake 人家 配合 因為IP-Lake IP-Adress 是Logging Lab 要去看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加密的時候 沒辦法加密到那個地方去 只有在無線網路的時候 Viris網路的時候 你在跟你的AP 在做Connection的時候 那個時候 它還有一些可以加密 因為那時候 當然是麥可樂 是不能加密的 那時候會加密 因為就是我今天 我跟你聯繫的時候 我今天會加密 因為我是要一次AP 但是你會直接上到 空上面去 對面上面去 我們知道資料的時候 這時候風包的 IP-Lake 都可以加密 可是如果說 一旦你上 Internet之後 你絕對IP不能夠加密 因為如果說你加密的話 你聯繫上 這些Roger 他不知道什麼 他不知道 你的風包怎麼解密 他就不知道 你的風包送到那邊 你剛剛講的東西 它只是一種 加密的一種方式 但是他事實上 會不會用到 這個風包的傳遞 當然在 ApplicationLake 它一定可以用到 但是他不會進到 那個到 這一個 進到IP列的話 我們就比較 守壞的程度 因為那個 可能加減密的 overhead 更大 人家講什麼 Shot 什麼之類的 Shot 也代表是 T的長度 那 畢竟老師說 真的 老師並不是做 密碼學的 所以說 我對密碼學 其實也不是非常的熟悉 那到底是說 他們現在都不入 但是我可以講 就是說 現在的很多密碼學 真的做得很完整 那要破解 其實要花很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他們可以破解 最主要是說 他們這些的話 就是說 可能因為 在某些 實作的環境上 有些的 FORMOS的考量 或是執行速度的考量 或是執行速度的考量 或是執行速度上的 一些資源的考量 他們會做一些的取捨 那種取捨 或是 上有些大的存在 那理論上 其實我們在密碼學的東西 做出來說 你要破解 通常大概要十幾年 二十年 那事業前二十年 大概 如果在破解 大概在電腦中 或是怕自己的法 就不能換 但密碼學 實際上 他現在的密碼學 都要求一個完全沒辦法破解的 他只要求是說 那你破解完畢 你知道那個密碼 已經沒什麼 真的懂了 對 好 大家看什麼問題 好 那我們再進入到 那我們再進入到 今天是不是把那個 因為如果說是把主段的護士 公司會講的話 我們今天是可以讓大家 比較像 他的Sign Effect 不知道 多想 我先講吧 這邊跟大家介紹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 Inti-9的Overflow 以及一個叫做 Inti-9的Sign的Pate 它其實都牽扯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 我們今天的這些 好加泰國 在實際在電腦當中 記起的表述的方式 像我們今天來打的 也要打的 我們今天 就是說一個Sign的一個Inti-9 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 這個 一個Di-10 它都表示 只有正的和負的 像這樣的字 有Sign的Inti-10 有正的字 像這樣負的 On-Sign來講 就是說 它只有正的字 好 那在我們現在的這個 比如說 你這樣 Sign Equity 來講 不管是Sign 或是On-Sign 它們都是用四個Bite 4Bite 那就是32Bit 去表示一個值 一個人數 然後我說 你上Sign的話 那我就是 這三十個Bit 全部都用來當做值 R-Sign就是 它只有正的值 沒有負的值 R-Sign是像這樣子 那Sign的話 代表就是說 它有正的值 有負的值 所以說 你在這三十個Bit 當中 會有一個Bit 當作區隔怎麼樣子 區隔 是正的 還是負的值 然後這邊就是 我們的這三十二個Bit 當中 最左邊的那個Bit 旁的Bit 那個Bit 那個Bit叫做 這個什麼Sign Bit Sign Bit 然後當作做什麼Bit 我們有時候就叫做 Most Significant Bit 簡稱是Bit 最右邊的叫做 就好像是 Less Significant Bit Less Significant Bit Less Significant Bit 雖然是 Less Significant Bit Moss Significant Bit Less Significant Bit Less Significant Bit 那我這邊看的是 MS Bit 那當 這個MS Bit 這個Moss Bit 這個比的值 那Bit 是1的話 代表著說 這個是負的值 就說他事實上32個bit的最左邊的sbbit 他代表的是他的正還是負的值 那路邊的31個bit 這邊的31bit 代表什麼東西 代表是他的值 代表是他的值 這樣這樣 那如果說像剛剛提到過的 你是1的話代表是負的值 那你是0的話代表是正的值 就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先看是這個樣子 當然你的sine的19有可能是 如果是sine的話它是4個bit 那如果說你是這個sine的short 它是兩個bit的話 那情況就是它總共是16個bit 那就是說最左邊的那個sb是 表示正負的 然後呢 右邊的15個bit表示是值 會像這樣子 好 那119 overflow發生的時候 是什麼形狀狀 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們是用一個像這樣子的 有限的記憶體 去儲存一個值 那有限的記憶體 比如312個bit 或31個bit 或15個bit 或12個bit 那 你能夠表達它的觸目就是有限 比如說你是一個16bit的話 那我今天如果說要表示一個 除去有正有負的話 那你的值正的值最大就是32767 好 那如果存32bit 我們要去表示一個這樣子的 正負的值的話 那你的表示正的值最大 就是2147483667 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假設你今天是用16bit的data 去儲存的話 那你給一個值是大約32767 那到底是什麼 它存了多少 其實它沒有一半也只有一個標準 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像這樣的問題 當然是就是由坎派人的作者去決定 要怎麼去處理這樣的狀況 譬如你這樣把這個 0651這個值 儲存到16bit 你看到16bit 它只能儲存正的值到32767 那這時候就所謂的發生 所謂的叫做 인지 to overflow 發生 你把一個很大的值 儲存到的記憶區塊當中 當它沒有辦法去 儲存這麼大的值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發生的 인지 to overflow 當這時候 overflow是說 你儲存6萬到16bit的當中的時候 是它會解釋成 負的5536 它會解釋負的53 那為什麼是這樣 總之就是跟大家來解釋 就是你今天看儲存的是 一個很大的正的值 就是華爾斯德辛 它給你的值是一個負的值 那到這個就是會有 19 overflow 發生 19 overflow 發生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華爾斯德辛 會解釋成負的5536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我們先看 這裡有一個 ISO的C99 這樣子的一個standard 那根據這個standard的話 就說像剛剛那種狀況發生的時候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行為 是undefined sundefined 就是說 我今天standard不會告訴你怎麼做 那到底怎麼處理 就看你的committer 到底是怎麼寫 要怎麼處理 那由他自己來決定 那問題是說 每個committer 他有他自己的個性 做了他自己的個性 讓他自己處理的方式 那所以到這種狀況下發生的時候 可以看到 這一個採取的方式 大提供的這三大類 其實大概是說 他根本就忽略掉 根本就忽略掉這件事情 那當他忽略掉這件事情 他產生結果就是 剛剛那時候看到 他忽略掉 事實上就是說 他也不是真的完全不去處理 他用一套策略去處理 那忽略掉 那通常就是 絕大多數的committer的作者 他們處理做的方式 那另外的方式 他在嘗試去糾正 這樣子的紋狀況 有些committer會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們有需要看到 但是大部分都不做這樣的事情 很好 那另外一方式 怎麼樣 他偵造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把層次給漏掉 好 其實不管怎麼樣 這兩種都是好的 因為他不會讓錯誤的層次 自己放下去 好 可是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我們最不願意 看見的 但是卻是絕大多數的 去採用的 因為它最簡單 好 好 那這引漏掉 當然不真的就像剛剛講的 這就 不管他 不適合 他的作法是怎麼樣 他的作法就是 就這樣 我看一下 他所謂用使用的 就是module的arrhythmic module的arrhythmic 這樣的方式 就是說 當很大的值 我要放在一個 較小的區塊當中的時候 我實際上把這個很大的值 透過這個算式去做計算 得到的那個值 得到的那個值 怎麼樣 要把它放進去 好 就像這樣子 當這個公式 你看看就是說 你的這個很大值 要放進去的時候 你就先看 你的這個datape 所有儲存的那個值 最大的值是怎麼樣 加1 就跟他做mod 然後知道說 整處做mod就是 你去除以他為 他的余數嘛 對不對 5除以3的整處是2 對不對 因為5除以3的整處是2 因為5除以3的整處是1 還是他的余數是2 所以說他這邊就是說 會像這樣子 mod是這樣子 但他不是純粹是mod 他不是純粹是mod 他不是純粹是mod 那會像這樣子 那覺得他莫數的 採取annode的這個整件 compiler 他就是用這個公式 來決定說 我要算什麼值 放進去 如果你一個大值 要放進去的時候 他就採這個公式 來算我到底要放什麼值 放進去 那這個東西 其實那個公式 他會很簡單 他要做的像什麼樣子 比如說你今天 有一個值很大的值 你就把它展開來 看它變成 二進位值得到多少 假設這東西需要有 三四個bite 才能去處分這個值的話 可是你只能放到什麼地方 放到一個16 假設有30個b的值 所以說你今天有一個很大的值 你把它轉換成 進位的時候 它就變成一個 30個b值 30個b值 像這樣子 要轉色的話 30個b的值 但是你要把它放到一個 16個bit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區塊 當中怎麼辦 剛剛的公式的結果就是說 把你這30個bit 從最右邊的那16個bit 拿出來 好 剛剛的公式就能當效果 很短 要30個小 這樣子 就看你多少 我就是把你整個切掉 只把你這個 看你最右邊的 跟我這個能儲存的 b的數量的桿 放進去 好 那你放進去之後 如果說你放進去 是一個sine的 integer 那os-boos 你那個b的最左邊的 那個sb 有這個os-1的話 你這值就變成負的 你明明是個很大的值 放進去 或是你是個很負的值 放進去 那好死不死 那地方自己放進去 它變成0 結果它變成正的值 好 就像這樣子 所以 大家可以看裡面 像這樣子 所以我define alone 這樣子 這是L 這是L 這是E 好 我今天雅爾賽來知道 DEA DEA DEVU 這是個十有經維的數字 因為在F 都在喬F 你看大家想知道 DEA 那 四個light 三十個比 三十個比 兩個by 是十有的比 一個by 大個比 那你把這L 爾賽給他 L爾賽 你可以看到L 很明顯就是三十二個比 那我在給十有比的時候 我是想要什麼東西 那我就什麼 這邊就是十有比 所以說 s就是b s b s f 那這也有什麼 半演字嗎 就是bf 不要這樣子 好 bf 你可以看到這樣 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這個bf的話 這個 這四個bit當中 最右邊的bit 是1 這邊來講 這一個四個bit 1 這個最右邊的bit 也是 最左邊 這最左邊的bit 是1 最左邊的bit 也是1 所以說這邊都會變成一個負的值 所以我今天這樣子來講 就說initio overflow的話 我們的這樣子的compiler 處理的方式 是這樣的方式去處理的 好 處理方式 這就是說initio overflow的話 甚至收入狀況 那當然我們就要講 science 也就跟這個人沒什麼直接 關鍵是講的 就是initio overflow 所以今天 跟它太無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今天真正的 就是initio overflow 是在處理的值 跟有其他也跟 很太一樣 嗯 跟那種工作的人 如果它心血不一樣 它好像是有可貝 它就會 那是warning message 通常電源是warning 那我們通常 以前看到warning message 的時候 通常就是一個nitio 因為 通常我們在掙扎 就讓它抗太 對不對 好不容易可以抗太 有磁心腸可以直接拿開 就管它了 好 那其實說真的 那個dia type的 這個mismatch 不compare了我們 其實是很大的一個 score的問題 好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